你为了救他暴露了行踪 我编两句话骗又有什么呢 而且再说了 我又没有收拾别人的孩子 我不收拾你的孩子 全员神言的孟华录终于要播出了 不看剧情 不看班底 光凭陈晓和刘亦菲的颜值 就直接玩爆一大堆古装剧 陈晓饰演的顾千帆身为全城之子 前途光明 本享受父亲的硬币 顾千帆为了帮母亲讨回公道 赢得尊重 从小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天资聪颖的他本应该走一条文官的道路 扎出一条血路 成为京城最强的黄城寺副使 每天在暗无天日的黄城寺里 过着非人的生活 见过各种丑恶面目的 他便不再轻易相信他人 直到一件上京寻未婚夫报仇的赵胖儿 顾千帆在与赵胖儿的相处中 被赵胖儿肆意打脱的性格所吸引 渐渐爱上了赵胖儿 赵胖儿在经历过未婚夫抛起之后 觉得他以顾千帆的身份有余异之别 不敢是爱顾千帆 顾千帆觉得赵胖儿大可不这样 于是邀约赵胖儿有传 果断持久表白赵胖儿 当场深吻赵胖儿 面对顾千帆的热烈爱意 赵胖儿控制不住内心主动回稳 这幕连看三十遍都不过瘾 你觉得这对神仙夫妇的爱情甜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赵胖儿